俄罗斯国防部18日确认,17日,在地中海上空失联的俄罗斯伊尔-20侦察机,被试图打击以色列F-16战机的叙利亚F-200防空导弹系统击落。 俄罗斯国防部指出,以色列不负责任的行动,导致15名俄军官兵放生。 昨日,俄罗斯伊尔-20侦察机被击落,以色列和法国还备了锅,也就在俄罗斯伊尔-20侦察机失联的同时,有四架以色列DF-11在对叙利亚拉塔基亚地区的海军基地进行了空袭。 同时,法国打国海军最新的护卫舰奥弗尼号,也向叙利亚海岸发射了火箭弹。 今天,真正曝光了,原来是叙利亚政府军误伤了友军。 其实在战场上,误伤友军的事件发生概率非常大,比如美军打仗多,误伤也是航甲,最严重的时候把几方的集团军司令,一名中将给炸死了。 1944年,欧洲西线战场,美军第一集团军司令莱斯利·麦克奈尔中将,伪装承巴顿在前线阵地上进行视察。 这时,美军轰炸机展开对德军阵地进行地毯宣轰炸,一部分炸弹落入了美军几方阵地,造成近600人伤亡。 其中一枚炸弹争中纳克奈尔中将,萧耶散去后,士兵们只能依靠衣服上的三颗将心,才将它分辨出来。 迈克奈尔中将是二战中美军阵亡的最高级别降临,而且死在自己手里。 从二战一直到越南战争,美军的误伤率,都高达15%到20%之间。 即使进入信息化时代,误伤帅仍然没有得到有效额制。 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期间,美军的战场误伤率分别,超过17%和20%。 层出不穷的战场乌龙事件,已经媒体大力渲染,负面影响十分巨大。 1991年海湾战争,美军80%的战场伤亡,都是由误伤造成的。 电行案例主要包括,美军爱国热导弹击落了两架联军飞机,造成三名飞行员死亡。 空中支援飞机误伤地面部队,造成三名美军受伤。 一架F15战斗机,物战28个达国际机场上的美军军车,造成三人死亡。 美海军两支部队,在沙尘中互相交火,造成31人受伤。 分属陆军和海军的两支部队,由于不能相互联系,持续交火了一个晚上。 物伤的原因其实非常简单,高度紧张的战场环境,士兵精神压力大,安全感全无,看到滑雾就打。 另一方面,敌我是别系统一旦出现故障,很容易被有军攻击。 特别是空中目标,军种之间,两国有军之间。 敌我是别系统,如果不兼容,稍有不慎就会出现误伤。 这次叙利亚政府军击落俄伊尔20侦察机事件,就暴露出两军虽然配合作战超过三年, 但两军之间协调仍然存在大量问题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